2月24日 国会议员玛丽·纽曼在国会大厅展示了变性人权力旗帜 而玛丽·泰勒·格林则挂起了反对的标语 纽曼的办公室正对着格林的办公室 纽曼是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 他的孩子是跨性别者 在他的办公室外的走廊上竖起了变性人权力旗帜 并且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然后佐治亚州共和党人格林在他的办公室外挂了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世界上有两种性别 男性和女性相信科学吧 然后把视频发到了推特上 2月25日 纽曼指责推特删除了他的视频 理由是仇恨言论 但是允许格林的视频继续发布 自从格林失去委员会成员资格以来 他一直处于争议的中心 原因之一是他在当选前 在社交媒体上倡导对民主党议员使用暴力